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比较特曼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玩的石丸呢? 是蜡笔小新的实验辨识石丸 那这个石丸不但可以实用 而且还会变成不可思议的颜色 背后是制作方法的介绍 做这款石丸只需要用到水,非常的方便 迪迦奥特曼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蜡笔小新的组装玩具 它看起来呆呆的 让我们一起来组装一下 蜡笔小新的眼睛好像是在睡觉呢 它手里还抱着它的宠物小白 那让我们和迪迦奥特曼一起来制作这款石丸吧 这里面有一个凉杯 然后还有两包粉末 这是绿色的粉末 是首先放进去的粉末 然后再加入这包红式的不可思议的粉末 溶液就会变色了 然后这是蜡笔小新做实验用的凉杯 背后还有一个100毫升的刻度尺 首先我们要把水加到刻度线的位置 然后再来加入这一包绿色的粉末 这是第一包加入的粉末 让我们来看一下加入粉末之后 水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来摇晃一下 大家看水变成了绿色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放入第二包不可思议的粉末了 那绿色的水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那你们可以猜一下哦 这里有金敏形态的蓝色 还有中黄形态的黄色 然后还有原始形态的红色 那到底会变成它们中的哪一种颜色呢 让我们加进去看一下 让我们来摇晃一下 让它们充分地混合到一起 结果出来了 那你们猜对了吗 是我们的尊黄形态的黄色 那这个清凉饮料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呢 让迪迦特曼来尝一下 嗯 是橙子味道的 哇 迪迦特曼喝完了饮料 变成了巨大化的欧布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形态吗 让我们的尊黄形态也来尝一下 尊黄形态喝了好多呀 嗯 太好喝了 哦 中华形态居然变成了贝利亚 太神奇了 那今天我们的蜡笔小心食丸 变成的颜色是黄色的 而且还是橙子口味的 非常的好喝 喝起来清凉清凉的 那更多更好玩的辨识食丸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